我来了 先来一口小鸡腿 最有了 一口大胸 最高 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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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吃水 鸡肉太柴了 先吃这个鸡腿吧 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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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吃 吃 看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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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吃 吃 很香 为什么要有鸡身肉呢 俗话说无鸡不成席 无鱼不成燕 今天咱们分享年夜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五香卤鸡 肉质软烂入味还可以轻松脱骨 我用的是三黄鸡 现在咱们来给鸡上色 给鸡上色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炒糖色麦芽糖还有蜂蜜 咱们采用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炒糖色 炒糖色的具体过程还有盘鸡的方法 在前两个视频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咱们分三次给鸡上色 第一次是底色 每次间隔大概30秒 用勺子不停地在鸡身上拎糖色 最后一次拎完 咱们把鸡放在一旁 现在开始做卤汤 找一个深点的锅 加入屏幕上所有的调料 倒入大半锅的清水 有老汤加两勺老汤 没有也可以不放 开小火慢熬 这个过程大概是20到30分钟 不要等到卤汤完全烧开 在它微开的时候 咱们一只手拎着鸡 先让鸡的表皮受热均匀 再放入锅中 因为我婆婆还要用这个卤汤 所以我全程是没有盖盖子的 表面扣上一个壁子 压上重物 让鸡完全浸在卤汤里 开最小火 水开即时 卤20分钟 焖30分钟 我是赫妈 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见 哇 这个特效好漂亮了 眼睛也大了 脸也小了 我都要爱上我自己了 这是我小时候啊 姐妹们 圆糊糊的 这里得马赛克等一下 下面这个是我 上面这个是我姐 就我妈在同一个地方 给我俩招的照片 这是几岁长大一点的我 就是从小就胖 就这个样子 这是我妈年轻的时候 很漂亮 我妈从小就说 我跟我姐妹 有遗传到她的美貌 但你看我姐小时候 人家她就是瘦的 就我一直胖胖胖 这是我姐小时候抱着我 你看我这个腿 屁股蛋子倒这吧 你看这里是有弧度的 那个脚脖子倒这吧 你看腿就这么短 要不说这个比例 一天可美了 正宗的三七分 上面七下面三 我姐长大后就瘦了 只有我 你看就这个 这个状态 这是我姐恋爱了 要结婚的时候 我们娘仨 我妈这个时候 已经定了模样了 就现在这个状态了 我外甥小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看我 很胖在这里 这大腿 啥时候我才能 设到八十几岁姐妹了 这辈子还有机会吗 这还有个香妃娘样 这那么恶心 这是我跟我妈 这好像是十二岁时候照顾 这有时候经常 有姐妹生活嫌老 那没有办法 那她本身就这个模样了 胖本身就嫌老 五官长得也并不是很智能 我发现了一个 超级做作的 真的妈的 看看我姐风情温柔 再看看做作的我 真的吗 这是哪年照的 这是十一二三岁 应该十一十二的时候 就看起来很早熟 对吧 看过来看过去 真的就小时候是最可爱的 相对来说 后面就 长刺猬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